9月12日,福建省莆田市教育局发布关于全市学校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工作的通知。 通知称,莆田全市中小学有住宿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年级除外, 幼儿园各类教育培训机构从9月13日起暂停线下教学。 在暂停线下教学期间,属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学校要按照相关规定要求组织线上教学。 9月13日,记者实地走访了莆田市仙游县的部分中小学校。 实质周一,与往日接送孩子的热闹场面不同,位于学府东路的仙游县实验小学大门紧闭。 经过多方联系,记者获准进入到了学校。 诺大的校园安安静静,教室内的课桌整齐的摆放着。 该校教导处副主任张天次告诉记者,根据相关部门的同意安排, 13日下午,教师将进行线上教学的培训,校方也正在制定总的教学方案。 小学阶段的那个学习网络学习时间不超过80分钟, 所以我们学校就现在就课程表大体,我现在正在制定还没有弄出来。 就是说一天连节课,上午一节课,下午一节课,然后上午40分钟,下午40分钟, 然后上午安排30分钟的体育锻炼,下午也安排一个第二阶也是30分钟的体育锻炼。 一周就是目前是先安排一个月的这个教学这个课程安排。 我们这个充分利用这些的教育资源进行我们往上的教学。 张天次表示,小学一二年级将开展居家生活指导, 此外,每周学校都将开设一节心理健康指导课, 由班主任执教通过微课给学生进行心理方面的辅导。 张建新是先由现代中学的一名数学老师, 也是一名父亲,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辅导着孩子做功课。 12日接到通知后,他就已经开始准备线上教学的方案。 培养学生的自觉、自治和自理能力为重点。 同时还要注意劳逸结合,避免学生在网络在线的时间太长。 然后我们每个老师都会按照学校安排的各种课程表来给学生进行引导。 尽可能地让学生在家里提高学习的效率吧。 随后,记者在先由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 就是把数学语文前几单元的课文都提前预习完。 孩子在家长的督促下,他们也一般都会很认真的听课, 也没有太大的影响,这样子。 自己去课外再买点练习作呀, 然后再去网上搜一点其他什么课程来看一看, 肯定要更自觉呀,因为毕竟现在都初三了,要中考了嘛, 自觉一点更自律一点嘛。 记者了解到,目前,莆田市已搭建中小学在线教学平台, 各地各校要组织全体师生参加相关操作培训, 选择用优质资源辅助实施线上课程, 全过程做好线上课程教学的跟踪管理。 此外,还要针对学生居家学习的心理特征, 指导学生管控好个人情绪, 饶意结合,合理规划线上学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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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